灌篮高手中海南队是神奈川王者,全国夺冠的热门球队,面对湘北时却显得很吃力,在比赛后半段,海南和湘北更是陷入了艰苦的拉锯战,并险些令湘北翻盘,如果是海南对战全国级别的湘北恐难有胜算,这是一直以来很多人的想法,不过,小编要说的是,海南打湘北并没有使出全力,已有放水之嫌,海南的二号得分手阿神并未打满全场, 一个原因是上半场海南取得的优势,加上赤木受伤,不过在流传风追分的时候,阿神依然没有上场,这不是被大闪了,而是实力的体现,正常情况下,碰上对手疯狂追分,怎么也要派上主力球员往回拉拉风啊,尤其是上半场快结束的时候,最起码在上半场,海南并没有发挥全部实力,在全国大赛阶段,赤木和阿木还互对了一段,赤木说要在总决赛和海南一决词 而阿木则回击说那样就简单了,这里海南当然希望和湘北在全国大赛碰面,因为那样海南就可以避开爱河和山王了,阿木说的话也不全部都是嫖侃成分,在阿木的眼中,湘北的实力还是要比山王和爱河差一些的,而且,海南队似乎一直在隐瞒着一位实力强劲的球员,灌篮高手中的篮球比赛遵循的是国际规则, 不是NBA的规则,其中一大特点就是,球员的号码只能是4到15之间,这就决定了一直球队的正选球员只有12个,同时球一号码也是有讲究的,4号是主将,5号是副将,其他球员从小到大排序是要考虑其辈分和实力的,像刘川峰和清田所说实力强劲, 但是也只能分配10号球一,湘北10号本来是刘川峰,是被鹰木抢去的,原因就是他们还是一年级,而能排到10号之前的球员,都必须是球队的主力核心,湘北有些例外,尤其是三井,谁让他不凉过一阵呢?反观海南队队员,4号阿木,5号高沙,6号阿神,8号小坚,小坚是球队的第二阵容主力,全国大赛海南队马公西,下半场海南队尽数撤下, 小坚则是场上的绝对主力,上场海南领先对手30分,而整场比赛海南队以55分的优势击败对手,可见小坚也不是弱者,被战香北石,其也有出战,9号武藤,10号清田,唯独没有7号,这一主力球员露脸,难道是高头天商不喜欢7号? 拍测这位7号球员,应该是二三年级球员,更可能是二年级的,位置可能更靠近于大前,防守和篮板能力出众,毕竟海南的最大对手是山王,内线的弱势怎么也要弥补一下,还有一点就是海南对战马公西的比赛中,清田在上半场最后5秒才得首分, 这代表他不是首发,不然以他的性格,恨不得开场5秒就得分,是谁取代了他的位置首发呢? 总的来说,这位7号球员,实力在小坚武藤之上,绝对可以首发出场,而一直未露面,可能就是海南的秘密武器吧